那么7月22日的话 是我们正式启动 疫苗紧急使用的试点 那么我这地方呢 特别要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疫苗紧急使用 这是怎么回事 就实际上我觉得 在我们国家的 疫苗法第20条当中 有明确的规定 就是当出现 特别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提出紧急使用疫苗的申请 由国家药监局 组织专家论证 同意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在一定的范围 一定的实现 紧急使用疫苗 就是我们从4月4号 我们开始提出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紧急使用条件和程序 算是4月4号 之后的话是专家 无数次的论证 一直到6月24号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新冠病毒疫苗 紧急使用 试用方案 6月23日 我们的境外三期 就是说规模化的人群试验开始 6月24日批准 紧急使用试用 但是紧急使用试用 很明确 就是只能在规定的 或者叫做一定的人群 一定的范围 它要符合这个特定的时间长期 对 我们 从事一线的医务人员 提供一些保 防御人员 他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高的风险 大家看到 这次不管是北京的新发地 还是咱们的新疆 还是咱们的大连 发生聚集性疫情的时候 事实上 我们发热门诊的医务人员 对不对 他都面临一些 就是暴露风险 对 第二个就是 我们非发热门诊的医务人员 比如说哈尔滨的一个案例 大家知道 那个一个老人家 80多岁 他是因为心血管疾病 在心血管科技住院 结果感染了 一大批的医务人员 那么他们是暴露风险 非常高的 对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 境外输入风险非常大 那么我们海关边境的人员 他们也面临高暴露风险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的话 于是的话 7月22日充分制定了相关的 紧急使用适用方案 免疫规划方案 知情同意方案 不良反应监测和救治方案 补偿方案等等 九大方案 全部制定完了 做了非常充分准备以后 启动了紧急使用 紧急使用 那么下一步的话 我们也在是为了防范 秋冬季的疫情 我们也会在考虑 就是适度的 扩大一下范围 扩大一下范围 它的目的就是 在我们的特殊人群当中 先建立一个免疫屏障 你比如说 我们把医务人员的 免疫屏障建起来了 我们把城市基本运行人员 比如说菜市场的人员 这个交通保障的人员 甚至一些服务行业的人员 把这个交通 把这些人员的 免疫屏障建起来了 那么整个城市运行 基本上就有了一个稳定的保障